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团欧洲观点Europeans分享了一段在荷兰疯传的影片 片中一位年轻女子因不满警方逮捕男友 于是上前理论 却遭女警推开 女孩放声尖叫后踉枪倒地 还有路人帮忙搀扶 这时一名男警上前 女孩对雀云警挥拳 远警回击一拳打中女孩并在追打 全权都是对柱头部攻击 一旁路人现状出声制止 但警方上前驱离所有想帮忙女孩的民众 然后将女孩拖行到警车附近 有台湾网友解释 影片中的女孩和男友之前就在夜店闹事 女孩打夜店保全巴掌 男友则是拿椅子丢保全 所以警察来时才会对他们不客气 网友说 想当然而一定又一堆键盘磨人 单凭这影片说女生很无辜了 台湾网友看了纷纷为警方叫好 这和男女默有关系 这是袭警的下场 希望台湾警察也能这样 警方执法违法者与犯罪者本来就该不分性别 性别平等权 这才是真两性平权 妨碍公务在前 袭警在后 然后说警察对你太粗暴 但也有网友持不同意线 维持治安末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否使用过度暴力 应该有更聪明的处理办法 但也有网友认为 在不清楚攻击者是否皮包有夹带武器 或者周围是否有葬其他的攻击者的情况下 迅速制服控制场面 是对大家都比较安全的做法 将会认为了保持转弁的支持者 亩开判标准备 总维持手 百费 伤兰 许乎